字串的部分 刚刚讲过就是函数部分 从最后就要做出这样子 找前刮壶找后刮壶把它切出来放过来 那如果有错误用ifl过滤 所以我们第一个是用什么fine fine函数怎么样呢 这个是fine前刮壶 然后呢放在me的里面呢 因为要加1 加1意思说找到前刮壶的位置在下一个的意思 然后呢后面这个参数是什么呢 后刮壶减掉前刮壶的位置在减1 因为这个地方的话就是要找后刮壶 前面这几个字到前刮壶的位置 那如果你到前刮壶多一个 所以把它减掉 把它用me的函数切割 那如果里面没刮壶会产生错误 用ifl过滤 大概会有用到这个四个三个函数 三个函数 其实可以分成四个部分完成 所以将来考试的时候 这里面可能就是把它删掉 那你就是要去做 当然呢 做当然你可以一次全部做完 或者你可以把它拆成四个部分 再做也OK 反正我就是要最后刚刚那个公司就对了 应该可以了解吧 反正你这个有做出来 后面之余你要不要把它拆解 这个是没有关系的 当然你有拆解 反正我就看到你是这样 不是凭空而来的 再来就VBA 也许考试的时候我们来考这一题 然后理论上我可能题目不会做太大的变动 甚至不会变动 不过之前有不变动 但是同学说 老师你不变动感觉要考不出程度 我是很为难 如果变动的话 你说老师你这题目又变得跟之前又不一样了 OK 那所以基本上 因为你们是属于入门 所以我还是不会把题目变得太 基本上暂时也许不会变 反正要变一个题目很简单 只是说你变了之后会不会有同学 比如说把刮斧变成另外一个 比如说变成什么呢 变成另外一个形状大刮虎或者是中刮虎之类的 不过这好像也没什么差别 改一下而已 所以呢如果有一个变化题 后面还有一题那个什么 文字与资料函数的范例题152 什么分别截取长宽高 你可以把这个打开来 那一样起用边期 长宽高这边就有 有没有 不过后面也有答案 你把答案删掉 这边有三个刮虎 而且这三个刮虎还有个问题 这个刮虎 前面的那个刮虎是半形的刮虎 这边的刮虎是全形的刮虎 OK 不知道各位应该分得清楚 什么叫全形 什么叫半形吧 这边 如果你切到那个假设 注音 这个是半形 这个是全形 如果你是全形的话 是全形的刮虎 全形的刮虎跟半形的刮虎 其实你看起来好像没有差别 但是呢 在用败函数来找的时候 那就不一样了 它会当成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OK 你不要以为你看到 一样就一样 没有不一样 OK 特别重要 这个地方 怎么样把长宽高 分别结局出来 这个时候呢 就又是一个新的问题 有没有 也许我们变化题 也许 好 那这个152也许有时间自己再想想看 我们先把151这一题先讲 讲完好了 好 所以一函数 那Ctrl鍵按住拖拉 有没有 复制一个工作表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VBA 好 然后再来你们可能就是知道开发人员 那开发人员应该知道怎么把它打开了 其他命令这边 一样 这边把它打勾 然后我们就是在开发人员里面 开始写一点程式 所以VBA 所以基本上后面的流程都一样 那你将来 考试的时候 反正流程也是一样 你只要不要漏掉一个步骤 我想应该要把这个东西做出来 就不是什么太大问题 那你就开始什么 插入一个模组 这个的模组 然后在这个模组里面 写一个什么 刮胡字串的一个什么 程序 插入一个Sub 按钮是Sub 制定函数是Function 刮胡字串的 这个 那就把程式给写出来 写完之后 再做一个清除 那两个做完之后 再做两个按钮 我想这个是上个礼拜讲到的 这个怎么做 我想 如果你忘记了 请你再复习一下 做完之后 再把它变成一个按钮 按钮应该会做吧 前面应该有讲过 OK 所以 都是固定的流程 往后反正考试的方法也都固定 反正我就是要函数的解决方法 跟VBA的解决方法 那VBA的解决方法 有两种 一种是按钮 一种是制定函数 这个还没讲到 待会来讲 所以你做完之后 然后就再利用那个插入 这个表单空间里面按钮 然后做两个按钮 而且我要两个按钮是一样大的 你不要一大一小 好那把它按下去之后的话 自动结果出来 再一个清除 OK 类似像这样子 那再来的话呢 我希望做VBA的第二种形式 第二种是制定函数 插入一个 所谓的使用的定义 刮乎自算函数 按个确定 给资料 按确定 它会自动帮你把结果带出来 那这个要怎么做 当然呢 这个就是 VBA的第二种形式 第二种方法 会不会这个 考试的时候 因为VBA两种 要不就是我将来考其中一种也OK 反正这倒是在讨论好了 另外特别注意一下 除了说呢 你要会之外 你动作也要快 你不要现场在那边想半天 错了 因为城市是这样 你只要有个地方错 跑不出来就跑不出来 你要花很多时间找问题的话 找那个哪里出错 我想你时间可能不够 会给各位的考试时间也不会太多 反正你除了要会之外 还要能够熟练 因为其实工作里面 就是要效率 OK 那这种观念我想非常重要 因为将来如果你会这些工具 你无论到哪一个领域工作 或者哪一个 你将来做自己的资料的时候 其实效率会大大提高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制定函数要怎么做 一一样到VBA 二的话呢 要做一个这个方圈 那这个我已经做好了 我先把它删掉一下 然后这边也把它删掉 理论上 步骤大概就是 先怎么样 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请你选择方圈 方圈名称的话呢 叫刮弧自串函数 这个名称当然我自己定义的啦 如果你将来要取别的名称也OK 不过我们暂时先用这个 你按确定之后 它会自动帮你增加一个方圈 名称在这边 另外也会有个小刮弧在后面 N的方圈 这个结构都固定的 那这里特别注意 因为方圈跟Sub最大的差别是 它会跟你互动 所以呢 它会跟你先跳出来 请你给我一个什么呢 给我一个资料 所以呢 这个刮弧后面呢 也许我就增加一个引述叫资料 那这个资料 这个讯息呢 将来会跳到哪里 跳到一个视窗 前面就是一个栏位 叫资料 它就会提示使用者说 这个时候请你给我个资料 所以你插入函数 它会 这个东西有没有 资料 这个就是小刮弧里面那两个字 它会帮你搬到这边 那因为你有一个引述 所以会给你一个框框 它会跟使用者说 那你要给我一个东西 它就帮你把这个东西 丢到这边来 赵大棚 它会找里面有没有刮弧 如果有刮弧就帮你框出来 如果你把这个框 这个放过来的话 它会把刮弧 拿返还 可是问题 后面都空的啦 如果你选它会带过来 你会发现有零 为什么 因为后面的程式还没撰写 那后面的程式如何撰写 我们接下来切回来 已经有资料了 可是 它给你资料之后 那你要怎么做后续的处理 那所以其实呢 做法跟前面这边都很像 Fornet的里面这一块 那其实呢 制定函数呢 跟那个之前的SARP 最大不一样是 它不用跑回圈 因为它只会先处理一个 所以我们把这个Fornet的这个程式 而且你可以拿来参考 来做修改就可以了 那其实基本上 它的那个逻辑是一样的 差别在哪里呢 其实我刚刚有个倒车 Shift加Tab 因为它的那个缩牌 太右边了 那我把它往左边的话 就Shift加Tab 好那接下来的话 就是说呢 我们前面是几个逻辑 一样嘛 它给我资料嘛 所以我要到资料里面去找找看 有没有钱挂糊 所以特别注意啊 原来是Sales A 有没有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资料 那SARP是会直接到 储存哥里面去找资料 可是Function不会哦 Function是由使用者提供给你资料 那你到里面去找 所以呢 A这个部分的变数 会去找找看有没有 这个他给你的资料里面 有没有钱挂糊 B的话是找找看 有没有后挂糊 那如果A就是钱挂糊 不存 如果A假设不等于零的话 意思就是说有找到 那如果等于零的话 基本上其实就是找不到的意思 如果用那个NST N3这个函数 假如没有找到资料的话 他会返还零哦 所以零的话表示什么呢 表示说他没找到 那没找到的话就跳过去 什么事都没有发生 可以 那最后返还给谁 他会把最后的东西切割之后 再丢到 前面是丢到储存哥嘛 可是特别注意哦 如果资料函数的话 是丢给自己 所以这个概念要有了 也就是说呢 比较特别的地方 就是资料由哪边提供 特别注意哦 由这个瓜虎提供 那上面这个地方是自己去 A栏里面去抓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输出的话是由这个地方输出到哪个储存哥 可是这边不一样哦 这边是再输出给自己 那自己呢 再丢到你储存哥停留的地方 所以他会有个渐进的哦 资料从这边进来 然后判断完之后 再丢给这个函数自己的名称 再丢到储存哥 那就完成整个流程了 大概程式是这样 那我刚刚是把那个原来的这个sab 不包含4nets哦 就回圈里面的东西哦 把它贴下来改会比较快哦 大概几个地方 大概注意一下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改完之后呢 来执行看看会不会OK 这个时候呢 你插入函数呢 使用者定义就出来了 那我就怎么样呢 把资料给他 按个确定 向下填满 OK 不过呢 他这边会出现什么 value错误 那所以你会发现 程式一定有错误了 那哪边有错了 其实程式写错是必然的 因为 其实要真的 一次要把它完全写正确 还真的要注意蛮多细节的 请问哪里有错 看得出来吗 看得出来吗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地方我刚刚漏改了 那漏改的话 他就不知道这什么东西 所以有全部的SalesA 全部都要改成什么 改成资料 意思就是说 我抓资料 都是不是来 不是从储存哥抓的 而是使用者提供给我的 那我把它改完之后 你还要再做一件事 打勾一下 过来了 那但是呢 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 有资料过来 可是这个地方为什么是零呢 特别注意 如果你这个函数里面 假如你什么东西都没有丢给他过的话 他预设值就是零 那为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丢给他呢 因为假如这里面呢 他等于是A A跟B好了 A如果是零 就是找不到瓜糊的时候 那因为到这边 不等于零 他才会进到这边 可是如果等于零的话 他什么事都没发生 所以如果说你希望 将来输出的时候呢 就是 如果是等于零的话 那就是else 这边可能要多一个反之 else的话 指的就是 如果这个为处 执行这里 那如果不为处 就是反之 那我这怎么样呢 把瓜糊自串里面呢 丢给他什么东西呢 如果我不要零啊 我要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是什么 还记得吧 对 同学讲对了 双引号 OK 这样子的话 这个呢 就表示 是没有 没有资料啦 这个是指的是文字哦 那预设值是零哦 我不要零的话 那我可以把 把这边加两行 一个是反之 如果这个就切嘛 有瓜糊的话 就切出去 反之没有瓜糊 那我就把这里面的变成空的 而不要用零输出哦 大概是这样子哦 然后我们做完之后呢 接下来一样 游标呢 如果要让他重新更新 很简单 游标放在资料编辑列上 打个勾就可以了 打勾表示输入 他会重整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他就程式再跑一次 全部里面的零呢 那就不见了 OK 应该可以看懂我在做什么 那只是说呢 可能细节部分 要非常的小心 第一个 我是用方选 瓜糊自串 然后会跟使用者要一个资料 所以这个名称的话 我就要资料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记得 我是把这一段 瓜糊自串的SARP这一段 就是那个Furnace的中间 这一段 把它搬到底下来 修改几个地方 记得哦 从A栏抓资料的东西 全部变成资料了 所以这边改 这边改 刚刚漏改一个 所以错 那输出的结果的话呢 是用什么 用这个他的名称 放到前面 这是第二个部分 修改这一段 第三个是增加一个什么 如果是零的话 那用L来 多增加一个逻辑 就是如果他里面没有瓜糊 那就把原来的这个瓜糊自串 里面本来是零 他就变成是没有东西 OK 那其实有三个步骤哦 把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哦